五連假過後 侯友宜繼續在中部跑透透 今天參訪南投竹山小鎮 和農民座談 他再開選舉支票 喊話盪選後 一定把南投農產品消除去 特別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上週才到南投跑行程 不只有一銷支持者 縱上包子 縱紫和花籃 賀子藏有台銘兩字 勸進未濃厚 還跟議長何勝峰實質緊扣 和侯友宜南投行相比 卻不見人影 態度差很大 自家人全力相挺 侯友宜端五連假 一路從本命區新北出發 期間總訪桃園 在黨主席朱立倫協助下 拜會市長張善政 議長邱義盛 也靠新北市議長蔣根黃千縣 拜會新竹議長許修睿 彰化有縣長王惠美麗挺 還有挺郭的彰化議長謝點玲歸隊 儘管南投議長何勝峰沒現身 但足以塑造侯友宜 向地方藥角請役 再出發形象 連處理自家後院的餵藥案 也更得心應手 證實戲子幼兒園餵藥案是無榮一場 逆風的侯友宜要一步步挽回市民信任 靜新聞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